2024年9月26日 全球瞩目的WTT北京大满冠赛 即将在首钢圆拉开帷幕 吸引了众多乒乓球迷的目光 这次赛事不仅有单打的顶尖对决 女双赛场同样星光异议 首钢圆将见证多个 强强联手的女双组合 力求在这次比赛中夺得冠军 最受关注的女双名单已经出炉 1-8号种子组合可以说是各具实力 其中郑宜静李玉尊作为台北队的代表 虽然备受期待 但中国的双打组合显然更具统治力 特别是孙颖沙与王亦迪的组合 再加上王曼玉搭档凯曼 形成了两个强劲的夺冠双保险 此外来自中国香港的朱成竹与吴英兰 罗马尼亚的迪亚克努与新加坡的逍遥倩 斯洛伐克的巴拉佐娃与英格兰的汉纳 陈信同与钱天一的组合 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实力 这些选手不仅拥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还在技战术上各有特点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都有极强的互补性 每一队组合在赛场上的表现是必会给观众带来无数精彩对决 孙颖沙和王曼玉改变组合挑战自我 本次比赛 原本默契十足的孙颖沙和王曼玉决定 单非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搭档来应战 孙颖沙搭档了另一位 国拼顶尖选手王亦迪 而王曼玉则选择与年轻的宽曼携手 这一变化无疑引起了许多讨论 有人猜测这是两人出于备战奥运的需要 进行多组合的尝试或者视教练组的战略安排 毕竟在这样的顶级赛事中 多元化的搭档模式不仅能增加比赛经验 还能为未来大赛奠定更好的基础 孙颖沙与王亦迪的组合显然是冲着冠军而来 两位选手不仅个人实力突出 在打法上也有极强的互补性 王亦迪的稳健与孙颖沙的灵活攻击 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值得期待 而王曼玉与宽曼的搭档也同样吸引眼球 虽然宽曼年轻 但他敢打敢拼的风格 让他成为本次赛事的潜力股之一 这种新老结合模式不仅让比赛更具悬念 也显示出国拼对年轻球原培养的重视 各路豪强来袭 实力碰撞精彩分成 除了中国队的这些强劲组合 本次比赛的其他参赛组合同样不容小觑 陈信同与钱天怡这对实力派选手 早已在国内外赛场上展现出惊人的默契 他们的配合流畅 打法犀利 尤其是在关键球的把握上表现得极为稳健 这对组合在比赛中有着极强的冲击力 绝对是冠军有力的争夺者 另外 外协会的选手同样值得关注 来自日本的长崎美佑 与金纳英的组合 将是中国对外最具威胁的对手之一 他们在亚洲赛场上的表现 一直十分抢眼 拥有丰富的国际比赛经验 同时 田智希与申育冰的分开也让人关注 田智希此次选择了 与一位年轻选手合作 他的经验与年轻搭档的活力 或许能碰撞出新的火花 而中国香港与澳大利亚组合的亮相 也使得这次女双赛事更加多样化 比赛进成江会更加扑朔迷离 年轻选手展露头角 国拼后背力量不容忽视 除了顶级选手们的角逐 本次WTT北京大满贯赛场上 还涌现出不少新生力量 在女双项目中 国拼的年轻选手们同样值得关注 陈毅、徐毅与纵哥曼、秦于轩的组合 展现了中国乒乓球队强大的后背力量 这些年轻选手虽然缺乏大赛经验 但他们敢于挑战顶尖选手 赛场上充满活力与拼劲 他们的参赛不仅为赛事增添了更多变数 也让观众看到国拼未来的希望 除了女双外 本次混双比赛中也有五对中国组合参赛 这样的激烈竞争 让混双项目的比赛同样看点十足 这不仅是一次体能与技战术的对抗 更是对选手心态的考验 相信在这样的大赛舞台上 年轻选手们将会积累宝贵的经验 为未来的国际大赛打下坚实基础 WTT北京大满贯赛 即将进入白热化阶段 各路顶尖高手齐聚一堂 无论是老将的新搭档 还是年轻选手的亮相 都会让这场比赛充满悬念与期待 樊振东凌晨还在排练 大中国的曲子唱得这么晚 大伙儿不禁要问 咱这乒乓球国宝是去当明星了 没错 樊振东前基天现身机场 目标很明确 去澳门参加一场豪华晚会和成龙 全红缠这些娱乐圈 体坛大咖们一起亮相 你没看错 是成龙 大哥加小胖的组合 这不是随便谁都能看到的场面 可是问题来了 凌晨两点还在排练 大家都担心他会不会熬夜过头 晚会上顶着两个黑眼圈出场 还是说乒乓球选手体力过人 这点加班根本不算啥 不 过话说回来 乒乓球台上的樊振东 再忙也是王者 这次去晚会 倒让我们有点期待他 会不会玩出什么新花样 再说到我们的大魔王张仪宁 他虽然不再出现在赛场上 但他的传奇早就写在历史上了 谁能忘记他比赛时 那骨子冷酷无情的气场 不过 退役后的张仪宁 倒是彻底变了各样 幸福家庭 爱他的老公 两个可爱的孩子 妥妥的人生赢家 对比他在赛场上的铁腕 你会发现 原来生活中的张仪宁 其实是温柔大魔王 这种能在事业和生活中 找到完美平衡的选手 真是让人佩服不已 而接下来的WTT北京大满观赛 也早就拉满了大家的期待值 尤其是王楚清 这次可不止在赛场上出风头 他的巨幅海报已经挂在比赛场地正门了 你想想 那得多气派 比赛还没打呢 已经是场外的视觉焦点了 和他比肩的是韩国选手申育兵 这位实力派女将也是个不得了的人物 外籍选手中 他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抢手 可惜的是 日本的早田希娜这次缺席了 不然场上好戏肯定更多 这波操作其实给我们透出了 一个重要资讯 乒乓球早就不再是单纯的竞技项目 咱们的运动员 各个都开始有了多期发展的趋势 你看看 樊振东能和成龙同台献唱 张仪宁退役后变身全能妈妈 王楚清赛场外也是巨星待遇 运动员的生活不再局限在赛场上 而是更加多元化 立体化了 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我们对体育明星的期待 不仅仅停留在他们的球技上 更多地开始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 性格魅力 这样一来 运动员也就不仅是为比赛而活的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舞台和故事 但是这样的转型有没有代价 拿樊振东来说 连夜排练虽然让我们看到了 他的敬业精神 但也让人忍不住担忧 他能否在比赛和公众活动之间找到平衡 张仪宁做到了 退役后平静幸福 但对于现役选手来说 生活的多面性或许是机遇 也是挑战 明星光环固然好 但赛场上的光环才是运动员的根基 我们喜欢看樊振东在舞台上唱歌 但更期待他在乒乓球台上 继续拿冠军 那么最后想问 你觉得樊振东的明星之路和他的乒乓球事业能完美兼顾吗 对此你怎么看 对此你怎么看 对此你怎么看